持有代售的计量 我们先看它的原则的这个准则适用范围 以公寓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适用准则是投资性房地产 不适合持有代售 生物资产适合生物资产准则 不适用持有代售准则 职工薪酬的资产适合职工薪酬 第一言所得税资产适合所得税 金融工具适合金融工具准则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像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从来没有持有代售这书 因为它适用的是金融工具准则 保险合同的相关准则认定的权利 适合于保险合同准则 除刚才这六个之外的别的资产 如果达到持有代售条件 应定为持有代售 准则里面的42号 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或终止经营准则 适合于这个 这干嘛呢 就划片呢 你比方说像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产 如果你把它卖掉 根本就不需要过持有代售这个条件 因为人家用的是投资性房产准则 但是呢 这强调的是公允模式 那要是成本模式呢 成本模式的投资性房产 如果符合持有代售 依然按照持有代售准则来处理 总之呢 这儿卡的这六条件 人家这六个项目形成的资产 跟持有代售根本就没有瓜葛 也就是说这六个资产 不可能定为持有代售 除了这六个之外的 达到持有代售条件的 才定为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里面 包含了上述第七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 应当按照本章准则来处理 处置组里面的流动资产 以及上述一至六项所描述的非流动资产 以及所有的负债均适用相关准则 即这些资产处置时 不需要通过持有代售来核算 刚才已经聊过了 它是有一个范围设定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怎么计量 企业将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首次定为持有代售类别钱 应当按照相关准则规定计量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 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 如果已经或者是将被闲置 终止使用或打算提前处置 表明资产可能发生的减值 对逆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应当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 考虑它要不要进行减值测试 比如说有一个仓库企业A 原价120 折旧12 提过了60就到年底 到2年1月31号 A和B签了个不动产转让协议 打算在半年内把它给卖了 不动产符合持有代售类别 而且不动产价值未发生减值 这怎么办 1月31号应该把仓库定为持有代售 按照固定私产的准则 对它的1月份折旧 该提还是要提出来 提1万吧 因为它年折旧12 一个月1万 1月31号这个仓库定为持有代售的账面价 就变成59了 因为它没提着一个月折旧之前 是60 抠了1万的折旧之后变成59了 以后就不再提折旧了 定为持有代售之后是不再提折旧的 这是它的第一步 定为持有代售时的处理 如果持有代售非流动私产处置组的整体账面 低于公云处置金额 不需要对账面价进行调整 也就说呢 如果你在定为持有代售的这个非流动私产处置组的账面价是10万块钱 而公云处置金额是18万 也就说呢 你的私产价值的账上所登的口径是非常保守的 比公云的处置金额要低 这个时候你就保持原状 别动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账面价是18万 你的公云处置金额是11万 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差了个7对吧 这怎么办 应该把账面价减计至公云处置金额来定 减计金额做私产减制损失 做当期损益 同时计题持有代售 资产减制准备 也就说呢 调整到最新的口径 像这个的话就属于体检值了 来看这道案例 企业P打算把他的子公司Q 卖给二 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 预计在五个月内完成转让 子公司Q满足持有代售的类别条件 Q跟银行之间有一个味觉诉讼 可能会败诉 注意啊 可能败诉意味着他没有达到很可能 也就意味着他没有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那就相当于这是会有负债 对 顶多披露嘛 他在这儿呢 只在报表里面披露了会有负债 那现在的问题是 他是打算把这个Q要卖给二 而这个Q的官司虽然现在是货有负债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谨慎要把这个货有负债升级为正式的负债 记录到他的公允处置金额 你在确定他的公允处置金额的时候 要把这个未确认的会有负债考虑在内 要这样聊的话呢 你原来定的公允处置金额口径就多了 Q的账面价未确认此会有负债 因此的话呢 他应该把这个数塞进去之后 你的公允处置金额一定会变得非常低 低于其账面如果出现的话呢 应当做减值损失的计题 这句话呢 聊起来其实就一件事 对于你把子公司卖掉这件事 这个子公司本身有一个未了的账 虽然说呢 未了的账目前是会有负债 但是双方在平定时 按照谨慎原则 认定为它是正式的负债 这样的话呢 你的公允处置金额一定会变小 出现减值做减值提取 相当于把那个Q 就是被卖这家子公司的Q 的一些未决诉讼形成的货有负债 升级为正式的预计负债 来再看第三 对于取得日 既定为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私产或储置组 这句话意思是 我们当初取得那天 它就是贷卖的一个状态 其应该在初始计量时比较 假如它不定为持有代售 它的初始计量是多少钱 和公允处置金额是多少钱 输低口径即将 这样做显然呢 是出于一种谨慎考虑 非同控的企合并中 新取得的非流动私产 或储置组定为持有代售的 直接按公允处置金额来列 同控背景下的 非流动私产储置组定为持有代售的 应当按照合并这天 被合并方账面价值口径 与公允处置金额的输低口径来计量 除了合并中拿到的非流动私产储注子之外 有以公允处置金额作为非流动私产初始计量 而产生的那个差应该做当期损益 啥意思呢 就这两个特殊情况 你看我重新复个盘 非同控直接按公允处置金额 同控按账面与公允处置金额输低 就是对方的账面和公允处置金额输低 除了这两个之外 你看这个拿到的非流动私产处置组 这个的话呢 是由公允处置金额 作为非流动私产和处置组的初始计量 而产生差额的做当期损益 因为你刚才说了 这个的话得用输低嘛 一旦你用它的公允处置金额来作为认定 那个差额怎么办 直接做当期损益认定 来看这道案例 2017年的3月1号 公司L买了M全部的股份花了1600 在买这个股份之前 L的管理层就已经做出决议 就是买它就是要在未来把它卖出去 相当于这是专为转售而持有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买的当时直接就定为持有代售 公司M当前状况下可立即出售 预计L还会为卖它花12万的储置费 L和N计划在17年3月31号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逆转让价定的是1620 在这种情况下 M是专为转售而拿到的子公司 如果他不定为持有代售 他花了1600 初始成本就是他 但是呢 你定为持有代售 需要比较一个公允处置金额是1608 就是因为你的逆卖价是1620 你的储置费是12 显然熟低算1600嘛 借记持有代售 带银行损款1600搞定 没钱转让协议 购买这天的公允价与支付价一致 那这事就有点绕 就说呢 不定为持有代售 初始计量应该是1600 现在定为持有代售 公允处置金额是1588 就是他的卖价是1600 减去储置费12 为啥是1600呢 因为他假定 将来的卖价 就是你现在的1600的买价 这个报价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公允处置金额就是1588了 显然用1588做一个入账 那问题是你花了1600 你这12算什么 算私产减值损失 借持有代售 长期股权投资1588 带银行损款1600 中间差 直接嘎到私产减值损失12 这是咱们说的初始计量 再看定为持有代售 类别之后的计量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的 后续计量 企业在私产负债表日 重新计量持有代售 非流动资产时 如果账面高于公允处的金额 应当把账面减记至公允处的金额 减记金额做私产减值损失 做当期损益 同时提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提减值呗 如果后续私产负债表日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公允处置金额出现了恢复 以前的减值是被调的 并在华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后的 非流动资产 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范围内来恢复 恢复额做当期损益 华定为持有代售类别前的减值 不得转回 就是他卡一条线 你把这条线是持有代售定的那天 那么以前的减值我不能恢复 但是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我新提的减值在恢复时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减值的恢复 要以他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提的那个减值额为恢复的上限 你别恢复成持有代售前的 那个提过的减值 那也是不允许恢复的 我再重复一遍 听着就是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提减值可以 恢复也可以 但是恢复的极限是你提 哪拨提的就是定为持有代售之后提的 那定为持有代售之前提的那个不让恢复 再读一遍 如果后续资产负债表日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公允处置减额出现了恢复 那么以前提过的减值是可以恢复 但是只恢复定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的那个减值 以前的是不让恢复的 持有代售资产 不应该再提折旧和贪销了 因为它本质上应该是流动资产 一旦它定成持有代售 它的性质应该是流动资产 跟存货一样 不折旧不贪销了 但是简直是有可能提的 来我们看第二个例题是 接着刚才那个卖子公司那个例子往下说 17年3月31号 公司L和N签订协议 说卖价多少 1607 1607预计会支付8万的处置费 那就说公允处置净额是多少 公允处置净额是1599 3月底的话呢 你的账面价是1600 孰低计价 孰低计价 提减值1位 借资产减的损失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1 它这个提示 前面那个假定 入的是1600那个口径 最新的公允处置净额显示是低了 那应该提减值 3月31号公司L持有的M的股份 公允处置净额是1599 账面价是1588怎么办 这是第二个情形 那就是不提减值 什么都不用动了就完了 这是刚才那个提的一个延伸版 你看一看 它一个是1600的一个初始入账 一个是1588的初始入账 根据这个来调嘛 显然1600那个是要提减值 而1588是不用提减值的 再来定位持有代售的 处置组的后续计量 哇这个有点难 处置组比单向资产要麻烦的多 因为它是有若干资产负债的 有机组合体 就相当于是一个企业 或者叫一个分厂 事比较麻烦 来我们看案例3 A拥有一个销售门店 17年6月15号 A跟B签订了转让协议 把门店整体卖掉 转让的报价为109 同时约定对于门店 17年6月10号 买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转让价格 以当天的公允价为准 这个门店整体定为 持有代售的类别条件 但不符合中指经营 我们待会再说中指经营 先说这个持有代售 6月15号这个门店的 科目游和表 就定为持有代售之前的 现金31万 一万位单位 应收26 商品30 存货跌价准备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38 固定私产100亿 累计折旧3 准备固定私产是1.5 无形私产95 累计摊销是1.4 准备呢 0.5 商与20 应付账款31 应付职工薪酬56 预计负债25 总计的借方是350 贷方是128.4 来我们看看整它 说6月15号 定为持有代售前 把该补的折旧地补起 这个呢好理解 因为它定为持有代售之前 你得把一些账给它清干呢 比方说折旧固定私产 要补个0.5 带累计折旧0.5 无形私产补个0.1 带累计单调0.1 借管理费用0.6 上 下一步呢 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工业家下滑了 那就说调到36 原来多少 原来38吧 原来是38 调俩呗 借其他综合收益2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 固定私产此时的可收货价是102 此时的账面价是105 这是原价 那个3是谁啊 我们找一下 3是这个 折旧 还有个准备呢 1.5 然后你刚才又提了个0.5 账面价是1动5 那就是有三个减值 减私产减的损失 带固定私产减值准备3 你发现没有 他在定位持有代售之前 先把该题的折旧啊 摊销啊 减值啊 先走一遍 这就到102了啊 解私产减值损失单 带固定私产减值准备3 往下走 补齐完之后 又来一个数 这时候已经定位持有代售了 现金31 应收26 存货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刚刚调到36 固定私产调到102 无形私产调到93 商与20 商与20应该没动吧 我找一下 商与20是没动的 没动 这个没动 那别的总计328 负债的话呢 应付账款31 应付职工薪酬56 预计负债25 持有代售负债总计112 最后是216的净资产 216 我挪一下 328减去 持有负债总计是112 净资产是216 对 没错 到了6月15号 把它定位持有代售 分了这么些 借这一串持有代售资产 我就不念了啊 然后把原来的那个准备 折旧 探销准备全部给它翻掉 带着一堆 看见没有 现金 应收 商品 其他全空气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商与 把原来的账冲平之后 全部给它拢到 持有代售的这些明晰账上去 这里面我把这个数据关系 稍微给你对对号 有的是直接窄 有的是需要做一个修正 你比方说 像这个商品30是怎么调的 这不有个准备10吗 然后这有一个带库存商品30 然后呢 它是30转30 准备 转准备 看见没有 它做了一个同步截准 那个固定私产好像是 准备 折旧 这不俩吗 然后固定私产原价是这个 110 110减去那个谁 3.5 再减去4.5 净额直接入102 你看这就出来了 就是直接按净额 直接转就可以 这就是把原来的账消了 然后换成持有代售 但是呢 它有一个特色 你会发现这个存货 这个准备换准备 余额换余额 它倒没有出现 所谓的固定私产 打包整一个总数去 无形私产也是打包送个总数 你看 这是那个准备 这是那个垒摊销 这不二吗 然后无形私产是95 95减二 这不93吗 直接入93就可以 商业是原样摘的 然后那个负债也得做转账 借着一堆负债 带着一堆持有代售的负债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再往下走 储制组的账面是216净私产 公允储制净额是183 当天的供应价是19 律师咨询费期 说明整个的储制组减值33 现在有一个麻烦事 你说这个店要是发生减值 第一个是哪一个首当其冲先被干掉 这有点像咱们当初 那个私产减值的那套词 先干掉它是商业 商业肯定是相不值钱 等商业干完之后 说还有减值呢 你再拿其他私产去盯减 那其他私产盯也得有一个顺序 你觉得谁先最不值钱 肯定是固定啊无形啊这个东西 基本上轮不到流动私产 按照这个排序的话 因为它这个减值本身有一个幅度嘛 它先是把商业干掉 商业的话是最不值钱的 这不就先把商业干掉吗 33的简值先把商业干掉 剩下那13的简值 谁和谁破去 固定破一份 无形破一份 这种怎么破呢 这样来 你的固定 这账面是102 你的无形账面是93 他俩账打包 分支102固定的账面 去分割这13的那个啥 简值 我给你分一须 我再重复一遍 102是固定的账面 就是刚才转持有代售的时候账面 93是无形的账面 93加102是他俩的总账面 195 195的话呢 固定是102除以195 它的占比为52.31 差不多 然后去破这13 它分解的动作是6.8 无形私产是总的要破13 这是他的账面 这是他俩总账面 他这个破的额度是6.2 显然呢 他这个思路 或者叫这个逻辑 基本是延伸了 私产所减值的那个逻辑 其实这个严格来讲 跟私产所减值差不太多 也是先把商与消了 商与消完之后 有其他私产再去负担 一般就是非现金私产 长期私产负担 商与先干掉 剩下这两个话 无形固定 林亚云摊 云摊按照什么标准 按照账面 所占比例去抬 走 解私产减值损失33 带持有代售私产减值准备 商与20 固定私产6.2 到无形私产6.2 走 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有个条供应价37 涨一个 因为刚才是36了 接持有代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一代其他综合受益 这个为啥要调呢 因为人家本身 就是按照供应价来搜账的 该怎么走怎么走 无是说我定成持有代售 我这数就不带动的 因为它本身 它是一个供应价的修正 再来 储之组的账面价是184 为啥184的 你看你刚才提检值 调到183了 原来刚定持有代售 的是216 216就这个数 就这个数 这刚定持有代售时的账面 然后你刚才提检值 卡到了183吧 你刚才又涨了一个 就到184了 此时供应处的境额 比方说又改了 说最新供应价191 相关费4和0.5 这样的话 切完之后是186.5 这就恢复了个2.5的减值 恢复减值 注意啊 商誉可不在恢复系列之内 有的人说不对啊 你这个定位持有代售之后的 简值不是都可以恢复吗 那是指的一般情况 商誉是不带恢复的 商誉是永远不可能恢复 商誉被干掉之后 没听说过恢复的 他恢复的只是刚才那个 无形固定定位持有代售之后 提的那个简值 那个是可以恢复的 来吧 商誉不恢复 那这俩怎么恢复这2.5呢 按刚才 刚刚拨完简值后的 那个最新账面 你看这也是固定私产 这是固定私产定 持有代售时的总账面 然后刚刚提了个6.8 这不到他身上吧 这他提完之后的账面 这是那个无形私产定位 持有代售时的账面 这是刚才咱们提简值 分到无形私产身上的6.2 人家底完之后 是此时无形私产的账面 账账打包 分支102-6.8 然后去破这2.5的云 他恢复的是1.3077 同样大力 无形私产怎么破呢 这样破2.5的恢复 然后这是总账 这他来的账面之和嘛 然后这是他那个谁 无形私产的账 账账打包 分支93-6.2 恢复的话是2.5的这个数 乘以他1.1923 代私产减值损失2.5 借着一堆准备 代私产减值损失2.5 这个等于说呢 你看他这个恢复是有讲究的 商与肯定是不能恢复的 商与肯定不在恢复系列之内 无论是他定位持有代售后 代售钱 这也都不能恢复 但是固定无形 在定位持有代售之后的 简直是可以恢复的 6月30号的报表里面最后展现的 持有代售是298.5 负债112 就刚才调完之后的追踪总数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里面的非流动 资产不应该折旧 不应该摊销 持有代售处置组里面的负债 和适用其他准则计量的 非流动资产的利息收入 和租金收入和支出 该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其实就是强调一个 你定成持有代售之后 那个固定无形肯定是不折就不贪销了 但是简直是可以提的 而且还可以恢复 但是仅限于定位持有代售之后的 那个提的那个简直是可以恢复的 OK 我们可以根据这道题 做一个完整的理论总结 仅看这条理论 企业应当比较持有代售的 处置组的整体账面与公云处置金额 如果账面高于公云处置金额 应当将账面减记至公云处置金额 减记金额做资产减值损失 大家已经看到了 同时提持有代售资产减减准备 对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额 如果该处置组有商欲的 根据刚才这个流程 先把商欲干掉 在根据处置组里面 是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 非流动资产账面价所占比重 刚才你也看了 它那个干掉商欲之后的剩下的损失 是在无形跟固定 按账面所占的那个对比比例 来进行所谓的分拆的 按比例低减减账面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应该在以处置组里面包含的 本章适用的那个规定的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为限 不应该分摊至处置组里面 包含的流动资产 和其他准则所规范的资产 这个说的再通俗一些 就是你刚才那个减值 先干商欲 商欲要是不够底了 然后干掉固定无形 别的资产损失原则上是不承担的 也就是说存货身上是没有的 你现在货币资金更没有 包括其他全公寄投资也没有 它等于说这个范围 其实是非常窄 按照我的理解 商欲先销了 再销固定无形就行 固定无形只要把这个账 没销干都可以直接销 如果后续资产负债表日 持有代售的公允处置金额 出现了恢复 那么以前的减值是可以调的 但是商欲不可以调 我再说一遍 商欲是不能弄的 那么在怎么样的标准下去调呢 定为持有代售列比后 本章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的恢复 恢复额不要超过计体额 而且的话呢 它整个的匹配的恢复原则 也是它刚刚在提完减值后的 这个账面所占比例来标准进行恢复 这点务必注意 不应当重复确认 适合于其他准则计量的一些 非流动资产负债 按照相关准则已经确认的利得 这个呢 我们在这儿呢 没有体现这一步 但是基本意思是能说出来 提是可以恢复的 别超过计体数就行 而且你恢复的话呢 那个商欲是不在恢复系列之内的 这不有吗 提完之后 那个商欲的简直是不让恢复的 你只能在什么呢 后续的那个固定无形 你刚刚提完减的那个账面所占比 去恢复它的幅度吗 对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后续转回的话呢 应当根据除商欲之外的 那个各项非流动资产的账面所占比 来进行所谓的恢复 这个难度倒不大 你把刚才那个题整明白 这些理论其实不用看那么抠 看这个 F打算把它的核电站让给H 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 核电站的主体设备和反应堆 将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核电站最初建造完成并交付使用时 F就考虑到到期要拆除它的弃值费 确认了38.55%的预计负债 按照每年10%来提息 F将核电站定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 那么这个预计负债 作为一个持有代售负债 那么该怎么做 还得怎么做 继续确认 这点的话呢 要注意 不是说我定为持有代售之后 一些什么折旧贪销停了 所有的其他事都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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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提的息 该确认的收入 甚至像刚才那个其他 全公寄投资的供应价波动 该确认的 都要跟着后续该确认啥 确认啥就行 来再看这个 不再定为持有代售 可咋办 非流动私产处置组 因为不满足持有代售条件 而不再划分为持有代售 从持有代售 再转回到原来的状态 可怎么办 按如下二者之 熟低口径计量 第一个 定为持有代售类别钱的账面 按照假如不定为持有代售 那么到目前为止 该折该探该提减值 应该是到多少钱 那就相当于什么事没发生过 目前是多少钱 是这一次 还有一个就是可收货价 最新可收货价 最新可收货价 不就是公寓处置金额和未来流量折现 二者之孰高口径吗 那么算谁 算孰低 这个可收货价是二者之孰高 但是他们俩比的话按孰低 由此产生的差额 做当期损益 通过私产减损损损来调 最后是终止确认 持有代售非流动私产 储货组 最后把他给卖了呗 这种差异做当期损益 我们直接把这个题 给他收了尾 卖了他 连着刚才那个一二题 看那个第五 说L把这个N 卖了啊 律师费五万 卖价是1607 借投资收益五 带银行损款五 他单写了一个 然后单卖的这个钱 这不借银行损款1607吗 准备提我一个 这是他的余额 最后他卖赚八 其实可以合在一起的 不过合在一起不太严谨 因为这个钱是给的不同的人 收的不同的地儿 你最好分开些 第二个 如果他是情形二的这种情况下 这也是他的处置费 直接走投的收益充减 这是他的卖价 这是他的余额 这个是媒体减着那个 直接挤投的收益 19就可以 下面我们看第六个例题 这个是基于刚才的那个门链 卖了之后 他的一个账务的核算 9月19号 这个门店呢 卖了 然后在卖的过程中 有一个叫维修费0.5 和律师咨询费3.7 先把这俩说了 这俩的话做当期损益 直接搁到资产处置损益里面去 解资产处置损益 0.5 带银行送款0.5 这个呢 解资产处置损益 3.7 带银行送款3.7 这是第一损 然后这个A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报价 37.4 它原来可是调到37了 那就说卖的这一天 它涨了个0.43 确认嘛 这就不用再单独确认了 它是放在一起统一算损就可以 卖价191.4 借银行存款191.4 然后把准备冲了 这个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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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也冲掉 资产也冲掉 最后赚4.9 带资产处置损 然后注意啊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曾经涨过一个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我的理解应该是转留存收益 但在这的话呢 它转的是资产处置损益 其实最后这算收尾了 我觉得做资产处置损益 可能更合适一些 借资产处置损益 带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当初那个0.4 在这是不显示的 因为它是整体卖 再看猎豹 持有代售资产复债 不应当相互抵消 单独卢猎 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复债 应该分别做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来劣势 对于当期首次满足 持有代售类别定为 持有代售条件的 非流动资产 或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处置阻力的资产复债 不应当调整 可比期间的资产复债 也就是说 不对其符合 持有代售类别的 以前的对应的资产复债 进行相应的修正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年定位持有代售 去年的话呢 这个东西要不要 也在同步追为持有代售 不是的 他没有追调这说 非流动资产处置所 在资产复债表日至 财务报告批准报处之间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 应当做资产复债表中 非调整事项来处理 付诸披露 意思是在日后期间 满足持有代售的 属非调整事项 来看一下 18年的这个单项选择题 2017年12月15号 贾已签订了 法律约束率的 股权转让协议 打算把他的子公司 饼卖掉 70%的股份 给已公司 原拿90% 这样的话 卖完之后 丧失控制权 但是剩下的20% 具备重难一些 截止到年底 上述股权转让交易 尚未完成 但是他符合持有代售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问合并报表的表述里面 谁的说法是对的 将丙的全部 资产负债 按其净额在 持有代售资产负债里面列 不是净额 是全部 资产负债 按照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负债 列列 B才是对的 C的话呢 将丙公司 全部资产负债 按照他在丙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列报形式来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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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分别列 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负债 第四个 逆出售的 丙的70%股份 对应的净资产 在持有代售资产负债里面列 剩下的2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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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的不对啊 没有按比例拆的 是整体定位 持有代售资产负债 只有B是对的